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痛風的自然療法 袁醫生 究竟痛風是甚麼一回事 現在好像年輕化了 其實相信很多人都聽過痛風這種關節炎 大家都知道痛風是一種療酸過多 尿酸聚集太多 是導致那種關節炎 而痛風是男性比女性多 十倍的 差不多是十倍於男性 大家知道了 以前我們叫痛風是甚麼病 叫做富友人的病 rich man's disease 有聽過 痛風通常出現一些人 大飲大食 喝酒之類的生活方式 但是當時 現在今時今日 不只是有錢人吃大魚大肉 一般人都會吃 所以現在今時今日的痛風 可以說是甚麼階層都會有 是的 大家知道 尿酸是一個身體的蛋白質的 新陳代謝的物質 我們也叫做 我們也叫做 Purine Purine 亦是我們身體的蛋白質的 新陳代謝物 我們知道 Purine Purine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的尿酸水平增加 但是知道 其實身體的Purine 大部分是身體自己做出來的 嗯 就不是在食物那裏 那麽多的 那所以在 有些人的經驗 其實是 拼命戒口 其實都未必是有 不是很大幫助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是自己做的 嗯 好了 那 通常呢 我們的身體那個 Purine 出現呢 就是身體不可以直接吸收的 它是需要另一種的酵素 Purine 是一種消化酵素 將它溶解了 再從身體的尿液排解出去 好了 但如果我們的身體的尿酸 是多於我們身體的酵素 能夠排解呢 那這些的尿酸呢 就會聚集在我們身體的組織 和我們的血液裏面 那最後呢 這些的尿酸呢 就會慢慢成為一個 結晶體 有一種 一種針形的結晶體呢 就在我們身體的關節裏面 是沉澱出來的 那由於這些 這樣的尖形的尿酸的結晶體呢 很容易在我們關節裏面 是插 即是穿刺我們 我們的關節裏面 那些軟組織 甚至乎呢 是穿破我們的關節的 那最後呢 就會很痛 那通常這些尿酸痛呢 可以感覺是非常非常之痛的 那痛得來呢 也都會有紅 有腫 那也都是 那些人痛的時候 碰都不敢碰 那所以我們見到 很多的尿酸病 發作的病人來我們診所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連雙鞋都不能穿 他會穿一些拖鞋 突出的腳趾的拖鞋 那就是發作得那麼厲害的 那這些痛呢 有時候呢 會持續幾天呢 甚至幾個星期的 那除非你可以 真對起因來處理到它呢 很多時候這些尿酸 是會不斷地重複發作的 那如果這個尿酸的問題呢 處理得不好 是繼續持續下去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尿酸高的病人呢 也都會出現是腎石的 就是尿酸型的腎石 那當然呢 那在有些的情況呢 尿酸的問題呢 可以導致死亡的 那就是會破壞裡面的器官 那當然這個是屬於很少數的 那通常的尿酸的發作的部位 大家都知道呢 在大腳趾公那裡 那但其實呢 它不一定是大腳趾公的 它可以身體其他的地方 譬如觸果 那個大手指公 手腕 手肘 甚至乎呢 是可以在乙豬那裡可以 啊 乙豬都可以 那為什麼乙豬都可以 原來呢 通常呢 這些尿酸呢 是在一個血液循環 比較弱一點的尾端 或者是在筋啊 那些筋膜啊 那些耳豬啊 那個腳趾尾啊 手指尾 因為那些地方 血液循環比較差一點 還有筋呢 我也跟大家說過呢 筋呢 血液的供應是比較少一點的 那所以通常呢 是比較溫度 可能比較低一點 那它就容易沉澱出來的 好了 我最近的研究發現呢 原來很多這些的尿酸 多過人呢 還有呢 很多都是有些 叫做胰島素抗拒的症狀的 因為胰島素抗拒的人呢 原來呢 在尿酸的 有痛風的人呢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呢 也都同樣是有這個 叫做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會抗拒那個胰島素的 那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會出現那個血糖 葡萄糖呢 會經常要處於高位 那 那 也都慢慢來一種叫做 Syndrome X 就是 X症候群的 那通常這些人呢 就是三高 所謂的 尿酸高 血壓高 那個 血糖高 這些這樣的症狀 那如果呢 我們在那個 飲食那方面呢 就是處理一些 就是所謂三高的飲食 那通常呢 我們會用多些蔬菜類 蛋白質就比較適量地 尤其是魚 可以吃多些 那還有呢 是比較低的那些飽和脂肪 和那些精煉的那些澱粉質 那我們的那個尿酸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慢慢會減低的 那最後呢 導致這些尿酸發作的 都可能 可能預防得到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種飲食呢 是一個挺有用的方法啦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這個除了我曾經所說的 飲食那方面的選擇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卡路里都要減低 那還有適量的運動 那所以一般的尿酸發作的人呢 通常呢 都是首要的 處理方法呢 都是從我們那個生活習慣 那個飲食習慣去控制的 那在我經驗裡面呢 很多的尿酸的病人呢 是很乖的 嗯 你飲食也是很節制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痛起來呢 是很痛的 很山腹 很痛的 如果都不能動的 我正正見到 那些病人呢 正在床那裡 正正不能動的 就是少少在床上動都會痛的 那當然呢 嚴重一點的尿酸的病人 在我們接觸過的那些 有些正常呢 手是變形的 是一塊塊的 我們叫做Tofi那些結節呢 那些沉澱物呢 是走出我們 走出我們關節呢 是直接在關節面那裡 你會看到 變形的那種 嚴重的尿酸 那所以呢 是挺可怕的 有時候可能 整隻腳都變了 膝蓋都彎了 這都是很可怕的 通常呢 過去呢 我們就是治療的那個 那個療酸 在西醫方面呢 就通常呢 就一發現 懷疑是療酸 痛風呢 他就立刻呢 會有一種 叫做Kochicum 那種西藥的 Kochicum 我們叫做 那個秋水千 Kochicum Mildo Saffron 秋水千 這個藥呢 其實呢 一般來說 效果很好 那曾幾何時呢 在西醫界呢 就會用這隻藥呢 去試測一下呢 那個病人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 痛風這個問題的 但近年發現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算你那個 那個療酸高呢 都未必一定有 痛風關節炎出現的 所以呢 也不是說 那麼準確的 但一般來說呢 用這隻 我叫秋水千 那個西藥呢 效果很好的 那麼原來呢 原來呢 秋水千這個西藥呢 是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來的 是 早然呢 在同類療法醫學界呢 首先呢 是懂得用這個療劑 那麼最後呢 對抗性醫療的西藥呢 都將它 歸納為他們的一種工具 那麼你發現呢 其實在同類療法呢 在醫學界呢 有幾種療劑呢 其實早期呢 都是同類療法的療劑來的 其中一個叫做Digitalis 對心臟那個 好像叫毛地王 Digitalis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 叫做毛地王素 Fox Grove 其實原來呢 開始全身呢 都是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來的 一般來說 症狀那方面 多數都是關節痛啦 還有有時都間中 可能會出現發燒的 那麼起因方面呢 很多啦 我們初周說 在一個飲食習慣啦 那麼也都有一種 體質的問題啦 那麼 體質的人可能會出現 那個 胰島素的抗拒的症狀啦 那麼還有一些人呢 就可能呢 就飲水不夠啦 飲水少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肥胖症啦 那麼當然也有時候 因為有腎病啊 或者開刀啊 或者關節受傷 壓力方面啦 那麼也都因為呢 有些人呢 是吃那些 服食西藥呢 會導致尿酸增加的 譬如什麼西藥呢 譬如阿士不靈啦 那些去水丸啦 還有呢 是Niaxin 其實Niaxin呢 是一種 是一種維他命B3 來的 那麼這個呢 也都會 高份量都會導致那個 尿酸會增加的 那麼也都有一個 其他原因呢 就譬如那個 原毒啦 你現在聽到啦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 香港大部份都很關注 沿水裏面的沿 是的 其實我跟大家可以說呢 其實沿水裏面的沿呢 不只是屋邨才有的 不是只是醫院才有的 不是只是幼稚園的學校才有的 其實全香港都有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一路追查下去呢 你發現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那當然啦 到時怎麼解決呢 將那些喉全換了嗎 那換多少呢 可能換幾十年都還沒換得完 所以這個問題呢 當然啦 避免的源頭 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當然身體自己好呢 身體自己排毒的能力都很強的 那麼還有酸性的體質 和血壓高呢 都是會導致那個 痛風問題的出現的原因來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多久的健康店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到源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痛風的自然醫療 袁醫生我們經常都說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醫食同源 那有什麼食物是可以幫助到痛風的? 其實呢 如果我發現自己有痛風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就會在飲食方面大量去改 我們以前跟大家提過一個食物金字塔 其實食物裡面最主要是 最底線是吃多些蔬菜類 蔬菜類 蔬菜類的維生素方面 維他命C方面是很高的 那這個是食物裡面第一件事 首先要在這裡 餐餐都有一點 有吃沙律那些 然後呢 吃多些 那些 那些 豆類那些 beans那些 是 就算是黃豆都可以的 那跟著就是 種子 果仁 那甚至乎是高纖維的穀類的 那這個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呢 是將我們身體的那些 尿酸呢 是用纖維呢 幫它排走 嗯 那首先是這個 生鮮的蔬菜沙律 先 那首先 那首先要提及呢 其實有一種食物呢 是非常之好好的 那大家也可能聽過了 就是車尼子 嗯 是的 有聽過 那原來呢 在外國很多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呢 包括要用12個人做的研究 那這10個人呢 都是痛風的患者 他發現呢 如果要求他們呢 每日呢 是吃半磅 新鮮 或者是罐頭的車尼子 或者呢 是大量喝一個 一個quad 一個quad 一個 兩個品缺 一個quad 大概三個liter 這樣 的車尼子汁 是可以完全預防 痛風的發作的 那在12個人裏面呢 發現呢 他的尿酸呢 是恢復到正常的水平 以及呢 是痛風發作呢 是完全停止了的 那好了 那什麼車尼子呢 其實一般的 什麼車尼子都可以的 譬如黑色那些 那些 那些 很甜的那些 那些 黃色或者紅的 酸的車尼子呢 其實都是一樣有效的 是 那所以呢 記得一下 食物方面的車尼子 好了 除了車尼子之外呢 其他的水果 所有啤梨 尤其是 尤其是 池多啤梨 藍莓 都可以中和我們的尿酸 OK 所以呢 平時呢 儘量去喝 即是吃多些 有機會吃多些 這個啤梨 當作水果 或者當作甜品 也都是 每天呢 都是 起碼喝一杯 喝一杯 赤梨子濕 不需要一個 quad 起碼喝一杯 好了 那麼 纖維方面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阿麻籽 阿麻籽的種子 它是有 很高濃度的 必要的脂肪酸 尤其是好的脂肪酸 是可以幫助我們 控制減退炎症的 那麼我們還可以 將阿麻籽 放入我們那些 Juice 沙律 水果盆裡面 或者用那個阿麻籽 油 當作一種沙律油 好了 那麼 還有一種的食物呢 我們要對那個 預防的痛風很重要 就是魚了 OK 吃多一點魚 沙文魚 敏魚 Halipur 沙甸魚 原來這些全部都有消炎的作用 還有喝多一點水 OK 即是 發作的時候 差不多每兩個小時 就喝一杯水 可以減低你這個發作的 那麼 因為尤酸是一種酸性的體質 那麼 有一個工具呢 我和大家以前都經常都說的 是可以加些什麼下去呢 梳打粉 是的 那麼在水裡面呢 你喝水 可以加一點梳打粉 那這個也都會 就是 簡化我們的身體 OK 好了 醫生啊 那麼有什麼是最好不好吃的 有什麼禁忌呢 在飲食方面 那麼過去很多人都說呢 任何的高飄蓮的食物 都要減少或者要停止 那什麼叫高飄蓮的食物呢 通常講解是說 紅肉啦 是不是 肉湯啦 很多的肉醬啦 就是 內臟啦 胰臟啦 菇類啦 還有筍啦 還有那些 啤酒酵母啊 那麼 雞蛋啊 家禽類啊 豆類啊 Lentos啊 甚至乎那些說 有一個叫做 煮過的那些菠菜啦 還有乳巴 乳巴那個 乳巴那個 乳巴香港人都不是那麼 香港很少點 很少吃的 乳巴牌 是我覺得很流行的 那麼 但問題呢 我們發現呢 如果那些人呢 是有所謂 疑倒數抗拒那種 的痛風的病人 其實戰大波數都是這個問題的 那麼這個的 這樣的飲食方法呢 其實是可能令到 那個痛風問題更加嚴重的 OK 那麼所以我覺得呢 與其是這樣呢 你還是盡量呢 吃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那類的蔬菜啊 那些比較多些 好了 那麼 還有一些 食物呢 就是太過肥膩一點的食物 尤其是飽和的脂肪 還有我們叫做 養化的那些 即是那些 那些 植物油 這是最差的 這個 可能有些是 反式脂肪來的 那還有呢 就盡量要避免吃一些 所謂精連的 的澱粉質 麵粉造的食物 和糖分 那當然就是 戒酒啦 我要知道呢 酒是很容易呢 是升高提升你那個 那個療酸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是有這個問題的 其實任何的酒精 都要戒除的 那剛才說到食物方面 那但是在自然療法工具方面 有些什麼是針對痛風的 在我們的主要的醫療工具 首要呢就是我們會用那個 同類療法那個 那個 那個 秋水 秋水千 仙 秋水千 Kochicum Kochicum Autumn 就是秋天的意思 Kochicum 秋水 仙 先 sorry Muto Saffron 那 因為這個呢 可以說對痛風是最適合的 在我過去處理痛風的病人裏面 雖然有時候呢 在初期急症的期間呢 我會用一些其他的 對急症應用的療劑 對付這些嚴重的痛 但最後呢 我多數都是用那個 Kochicum 這個 這個秋水千 這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那 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呢 我們先會試一次這個療劑 那通常用法就每兩個小時呢 就吃一次30C都行的了 一兩天裡面呢 可以看到有沒有有沒有改善的 那 很大機會呢 這個療劑都可以保護得到的 是 好了 在其他的工具方面,我们会用一些芹菜籽的抽水物 原来芹菜籽的抽水物是有抗炎的作用的 亦都可以减低尿酸的水平 还有就是那个沉麻根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买到一些西草药茶包 发现这个沉麻根和西草药茶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神排走这些尿酸 当然,有时候你可以找一些特别的产品 它有个固定的份量 否则一般的茶包都可以找到 只不过你喝多一点 除了之外,车离子的抽水物 在我们最近用的有一种白黎露醇的一个新的产品 其实它里面有八种成分 除了白黎露醇,这个reserve 产品 亦都有车离子的成分 因为这个是一种比较浓缩 当然,和你自己吃车离子是不同的 更容易润用的 好了,还有就是用维他命C 最近其中有一个医学杂志里面报导 如果那些男士 如果维他命C是用量高的 它那个患痛风的风险都会减低 通常是说多高呢? 是说500-1500mg的维他命C 是一天的 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每天这样服用量 是发现可以将痛风的危险 是减低到17-34% OK? 那么比较一些 就是没什么吃维他命C 那就是维他命C 本身是有这个功效的 那通常用法呢 都是500mg 一、二、三次 好了,接着就用鱼油了 我刚才说了 那鱼油本身呢 有EPA和DHA 那其实原来是一种消炎的作用 那很可惜 最近香港那些政府 又开始打压这些食物医病的广告 是吧? 应该说不可以声称什么什么 不可以声称你那个产品特别多 那其实你有就有 你最重要的是说事实 但是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很多这些的法例 其实最终目的 是令到你 就是discourage你 就是令到你 是不想你用那么多治医的工具 那最近你的报纸有登过 自从我们那个开始立例管制中医的 的专业的时候 那很多中医的那些成药 都要开始注册了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我跟大家在几年前已经说过了 它只会消灭了中医的成药 那个数量的 那现在最近有成几千个 现在剩下几百个 就是有机会可以 就是 还能用得到的 因为大部分几千个中成药 就会没有的了 那其实 这些人经常都说 这是多余的 有多少人会死起中成药呢? 是吧? 但是死了西药那么多 你也应该全部禁止了 所以这是一种手段 但是很多人真的都不明白 背后的原因 好了 除了这个 还有叶酸 高分量的叶酸 大概10-40mg 一天的分量 叶酸 也可以减低 尿酸的水平 好了 那 那 刚才同意说 就说 那个 尤酸 那个瘀酸 那个维他命B 的种 都要避免的 那因为发现 如果那些人 吃尤酸 进食量高 他真的可以将 有些人的尿酸 的水平 会增加 嗯 现在休息一会 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继续自然尿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网址 痛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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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 工具 用得到 那大家都和大家说过 以前有一种叫做 Corsetan 就是那个 洋葱素 因为这个洋葱素 是一种天然抗炎的作用 那你可以用量 500-1000mg 23次都可以 那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魔爪 魔鬼的 Claw 叫Devil's Claw 我认为 魔爪藤 那这个 是一个西草药 亦都可以帮助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有 有胆石 或者有 有围苦羊的 过的问题的人 那这方面都要小心一点 那 还有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 可以帮我们清洗 我们那个 神状 那就是在我们排尿 以神的排泄方面 会很好 所以蒲公英的根 可以沖茶喝 那有时候茶巴 都可以找到 一般性的 那如果在局部方面 我们可以痛起来的时候 又热又痛又肿 又怎样都不能碰 那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那个 那个 红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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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西式的健康 的健康店里面 有时候你都会看得到的 那你知道了 用那个 那个 那个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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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很热的 是的 那为什么呢 你想想想 为什么用这个 我们叫做 Cayenne Pepper 红椒 红椒 来到 医这些 又红又肿的 关照会有效呢 其实是什么 是同类相似的概念 真的猜不到 是吧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为什么有热又兴 不想斗 为什么用有热又兴的东西 就是同类相似的原则 配合得到的 那还有那些 就是吃一些 绿棗素 Corella 这些 因为这些可以简化我们的身体 那 千元的消炎 就是那个 Bromaline 那个 菠萝酵素 嗯 甚至乎 其他的酵素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 那我们 陆创案健康店 有很多 的酵素 凤梨酵素 我说过凤梨酵素 是一种饮品 那也有些 我们叫做 蝉蝉酵酵素 Corella Corella 因为你知道 蝉蝉 它化检的时候 它很快可以将整个检子的细 是可以消化到的 嗯 所以现在一种新的工具 叫做Corella Corella Corella 是一种很强的 很强的 酵素的工具 OK 那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 很值得用的 很好的方法 好了 那 那首先 疗法方面 我都说过 就是那个秋水千 Corella 是我们差不多首选的 就是如果一个病人来 他只是告诉你 他的症状就是 好像 就是 痛风的症状 知道的了 不想动 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那我就会先试 用Corella 那我觉得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机会 那个疗势都可以了 好了 那其他一些要视乎 那个症状 比如那种痛 就好像那种乳痛 好像被人打过一身痛 那这个就是什么 生甘车 那如果那种痛 又是很强烈的 好像密搏跳动的 又烧的 又来得快的 看上去又红又肿的 嗨嗨都不行的 那这种这样的症状 就是什么呢 就是Beladonna 那这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 那也有点痛 通常是 嘻嘻都不行 动都不行 那病人是 敏诊到死 痛到发症了 那我就用哪一种 哪个疗势呢 Bryonia Bryonia 那是哪一种呢 叫做白蛇根 也叫做欧树白蛇根 叫做Bryonia Elba 英文叫做Wild Hops 当然这个是疗势 好了 那如果有些人痛的时候 他发觉 如果我用冰敷 会舒服点 尤其痛的部位 通常在膝头和脚 我会用什么 用Lidum Lidum 是一个关节然常用的疗势 但主要的症状 Lidum 是迷迭香 叫做Wild Rosemary 迷迭香 这个通常的症状 都是要冻敷舒服的 或者你可能给刺伤的伤口 他都发现是冻敷舒服的 扭伤的触果 有些人长期扭伤了 用冰敷舒服的 都可以用Lidum Lidum 其实是很好用的 还有些情况 那些人可能给一个硬物 丢到眼球 撞伤了眼球 眼球就是黑眼圈 黑眼 接着那人拿着冰敷 也是Lidum 凡身冰敷舒服的 好了 另外一种 如果病人 就是那个 关节痛 但他也喜欢 慢慢地移动 就是要走走 舒服一下 开窗 觉得很烤 也都用一些 凉快的冻敷舒服 然后考虑是Pousatela Pousatela 这个疗剂 疗剂 疗剂 都比较喜欢动 一般都不喜欢 这个就是白头翁 Pousatela The Wind Flower 好了 也有些人发现 他每次大子宫 在大风雨 即是雷雨之前 就会出现 差不多可以计时 这个情况 一一限类传电 他就会来 这个就是Rhododendrum 是杜娟花 这个疗剂 Yellow Snow Growth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也有时候 如果痛风症状 皮肤又轻 又痕 也都是冻风舒服 但热肤是差 也都考虑硫磺 其实在痛的疗法 医治痛风 有50几个疗剂 有时候 如果看到有什么特异症状 我都要辨证狮 不过幸好 大多数情况之下 这个抽水纤 这个都足够 嗯 好了 除此之外 你当然可以用一下 其他一些工具 例如針灸都会帮助到 做一个massage 当然 按摩 通常个人 在发作的时候 不能碰那个关节 只不过在其他地方 通淋巴 在按摩通淋巴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加些香薰油 例如Juniper Oil 倒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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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帮助到 还有就是用水疗 例如有些人 发现是冬水枯舒服的 有些人发现是暖水或者热水 舒服的 你都视乎你自己的 需要感觉去用的 有些人 在冬中发作的时候 就拿着痛的关节 在冬水里来冲洗 还有就是我们叫做 体质水疗 这个在我们西式的自然医疗里面 是很强调的 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一直都会采取这种排毒的工序 除此之外 就是香薰疗法 最主要是把Juniper Oil Juniper Oil 其实是帮助我们身体的肾 去排泄 可以浸浴 也可以 康薰茶也可以 当然 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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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的疗法 Magnetic Therapy 其实有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还有 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体重的肥胖 当然 减低体重 也对痛风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入会请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现在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在网上会诊 预约的电邮是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原医生的分享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哎呀 你轮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